大家好,我是喜歡香草樂愛田園生活的尼克 哇,你看這棵加東樹超級大棵 目測大概有五層樓高 哇,它一定是一個很道行很深的樹神 欸,我來這邊逛逛這邊在淡水的豐樹湖啊 我就看到這個白色的花很吸引我 哈囉,大家好,我是喜歡香草樂愛田園生活的尼克 在觀賞我的影片之前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喔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是什麼 是那個苦茶油的原料 苦茶油的原料是油茶樹結的苦茶籽 所以我們來看看我的介紹 這個就是茶花 那不是觀賞的茶花,它叫做油茶花、油茶樹 也就是你吃的那個苦茶油就這個做的啦 那它用它的種子去榨成油 那就跟橄欖油一樣 不是有分什麼extra virgin什麼的 還有pure之類的嗎 相同的 那苦茶油也有人是用粗炸的 那也有人是烘焙後在炸的 那口感、營養、味道都不太一樣 大家可以品味看看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部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油茶花整株的樣子 從肌部往上一直到末梢 然後是葉圓有一點鋸齒 然後深綠色 然後一點點像皮革狀的葉面 然後現在是12月 那看到它開滿了花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幫它施開花解果肥的解果肥 因為它主要我們是要它的種子來榨油嘛 所以說你可以放甲肥多一點點 零甲肥零幫助開花 甲幫助果實成長 那這樣子就可以採收茶子來做榨油 那或者你只是居家栽培種樂趣的話 觀賞一下它的花 樸素的花也不錯 我們來看一下花的特寫 就像這個樣子 花呢是像單瓣的白色的觀賞茶花這樣子 我們近距離看 然後前面有很多花蕊 蠻可愛的 那它其實應該是蠻容易栽培的 你知道嗎 茶花都蠻簡單 只是說可能要注意的是 如果要經濟栽培 應該要讓它開花解枝 你才能拿來榨油啊 今天介紹的油茶樹 會在冬天開花 春天結果 經歷了夏天秋天後 才會再採收它的油茶籽 再來做榨油 所以我們吃的苦茶油 經過了四季的孕育 它是一個非常好的油品 它的菸點很高 非常適合東方料理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介紹 歡迎你分享與訂閱我的頻道 一起享受香草與田園生活的美好 拜拜